对抗新冠疫情 家长同意孩子接种疫苗才有保护力 但又担心打了疫苗后发生的不适感 儿童打完疫苗以后 通常会出现一些不适感 比如说他会躁动 他不可能乖乖的让你帮他打针 比如说打完会痛 打完会痛他会红肿热痛 但是最重要是要看他有没有发烧 打完会超过38度半 我们儿童家长就要小心了 红肿头痛是接种后 很容易出现的副作用 但根据急诊医师建议 如果出现以下症状 就有可能是衍生的并发症 孩子打疫苗后 家长一定要仔细观察 小心判断 有需要就马上就医 寻求专业协助 就能避免接种疫苗后副作用 带来的威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